又到了一年一度吃小龙虾的季节 白酌 蒜泥 十三香 麻辣 冰醉 咸蛋黄 我啥都看不见了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既然如此 今天我们就来重新重新 辣中小新鲜 玛丽小白条 香气鲜麻其非 颜值供口感一色的 藤椒小龙虾 没错 不是被绿了的花椒 也不是没成熟的麻椒 而是咔咔就能直接下锅的 正经藤椒 酸同为绝带三椒 但是藤椒的香味比花椒更清新 味道比麻椒更柔和 用来料理鲜嫩的小龙虾 简直就是妙蛙种子 吃了妙脆脚来的米奇妙妙屋 妙到家啦 市场买回来的小龙虾 需要用流水充分的清洗干净 很多人吃虾五分钟 刷虾一小时 其实只要龙虾够干净 真的不用费力 每个都这样刷 常规处理小龙虾 要从背后捏住它的小钳子 一揪 摘掉它的前腿而塞 再拿住屁股那张小扇子中间那一片 一拉 拉出它的肠子 可是这个时候虾火 这个过程也太残忍了吧 关键是每一只 你都要这样弄哦 不光残忍 这样做还会影响虾肉的质感 让它变松 所以我阿玉通通不做 我都是把虾沥干水分 直接放入一锅滚烫的空油 当场死亡 给它个痛快 只需要十几二十秒 虾壳就能出了的红红的 虾塞炸开一条开心的小缝 这样后面就更容易入味了 不愧是我 哎 哎 你看这个腾教它油亮圆润 仿佛等着大刀释放灵魂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把藤椒剁成这样细碎的小默默 接下来准备一口大锅 烧热一汪菜籽油 爆香一碰葱姜蒜 让藤椒碎和多半酱 一起在锅里舞蹈 就可以把我们的主角小龙虾放进来 加入这一场香料的party 用啤酒烧龙虾 虾肉和麦香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为什么不都放啤酒呢 因为啤酒太贵 这一大锅得放多少啤酒呀 大伙把蘑菇龙虾的液体煮沸 放一做做盐 一下把糖打烧辣鲜露 一点鸡粉和鸡汁提鲜 凉烧阿育蜜质 其实就是我家有什么就放什么 就是小米辣椒花椒干料 刷刷拌制打上的香辛料 以及一串新鲜的藤椒 嚼嚼嚼 看这大红大绿的 是不是有那味儿了 小龙虾水开十分钟就煮熟了 但是想要更入味儿的话 还可以关火 焖大概三十分钟再烧开 淋上香麻的藤椒油 装盘 翠绿的藤椒在小龙虾的映成下 熠熠生辉 鲜嫩的虾肉竟把香麻的汤汁 鱼味绕食了 这颜值之舍者之口感 完全就是夏日夜晚 热浪褪去之后的冰与火之高 只是做饭两小时 吃饭五分钟 完全不够吃啊 既然哆啦A梦和大熊 为了能多吃点年糕 可以从种水稻开始 那我阿玉为了多吃小龙虾 也可以搞点事情啊 数次的悬场考察 不知道肚子里装了多少小龙虾 我终于找到了一家满意的工厂 实不相反 小偷说我妈不让我吃龙虾 她说那都是抽水沟里长的 专门吃垃圾 所以我特别特别看重 养龙虾的环境 肉眼看到的清澈不靠谱 一定要有合格的检测报告 我还真的尝了尝吃自里的水 还有点甜 每只龙虾在加工之前 都要经过数次清洗 经过工人的手工挑选 构头太小的 不要 没有活力的 不要 从养殖到清洗 再到加工制作 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 不以余力 终于 哇哦 我可以吃到肚皮饭到底朝天了 哈哈哈哈 我家的小龙虾的秘密 都分享给大家了 这次我也同时在店里 上新了藤胶和黑胶 两种绝带双胶口味的小龙虾 如果你们也想尝尝 可以来我的脚和脚和实验室 抽抽 不想买的话 自己做也是棒棒的 祝大家都能吃到 自己满意的小龙虾 把这个小天过得顶乖乖 拜拜 这颜值是色泽的 这颜值是色泽的 这颜值是色泽 拜拜